又传出了黑心食品 桃园县卫生局的调查发现 知名的真锅食品公司 还有呢 陈康食品公司 竟然更改了包装 篡改有效日期 将过期的食品卖给了包括 全联 台糖 还有大润发等等 四千多家的下游店家 时间长达两年 卫生局食安小组和大批警力 日前接获献报 无预警进入桃园县真锅 事业有限公司 及陈康食品公司仓库 进行盘点击查 结果发现有蛋糕及点心 等食品包装 被违法篡改有效日期 并继续出货卖给消费者 立刻被贴上封条进行查封 桃园县卫生局表示 现场封存问题产品 包括法式鲜酥石井酱 冷冻鸡腿 阿布蛋糕系列的黑森林蛋糕 香草芋泥 及青鱼等 目前掌握真锅的违法行为 至少长达两年 卫生局调查发现 这些问题产品已经流入全联台糖大润发OK便利商店 博朗咖啡等连锁减餐店 依法必须立刻下架回收 不得再制造贩卖 如果真锅的违法行为 查证属实 卫生局也将依新的食安法 最高除五千万元罚还 记者赞水平 蒋龙翔 桃园报道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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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